嗨大家好我是风哥 我现在来到了伊拉克 今年的话伊拉克对中国公民实行了落地牵 于是我昨天就从这个塞尔维亚买个机票 我就飞过来了 然后现在在那个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汽车残骸了嘛 这个汽车都是当时被炸毁的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啊 这个小阁楼 它可能在被炸之前它非常的漂亮 包括这上面的装修还是挺美的 这个地方就如大家看到的一样 眼前的这个景象 在这个区域就是属于非绿区啊 也就是伊拉克普通人住的地方 在2003年美军进来的时候 这些地方都被轰炸过啊 在伊拉克巴格达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种景象 就是那个楼顶的地方被炸掉了 然后这个楼下依然只是说 把那个洞给补上继续营业啊 虽然是微楼啊 但是小修小赌啊 经济最大化啊 我走到哪里 他们当地人都跟我来合影啊 要来拍照 OK 伊拉克人民还是非常的友好啊 Friendl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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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过来 要跟我合影 OK 是一直要我们合影啊 哦 还行 哦 Thank you Thank you 他们还给我准备了那个水喝 Thank you One glass OK Enough Sickle Sickle Thank you Welcome 现在伊拉克的天气非常的炎热 史外的温度大概是45度左右 然后这条街呢是我住的那个酒店 你可以看到我酒店门口有非常大的这种电机 因为昨天晚上在这里休息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伊拉克这边的话大概每到一个小时就会停电一到两次啊 所以他那个酒店门口摆的非常多的这种电机 为了在那个停电的时候给他带电 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啊他给你分了两个区域 一个是绿区还有一个是非绿区 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有玩过吃鸡的朋友你都知道圈里边和圈外边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那个圈外边我是真的没有想到46度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水都不够喝 能够感觉到浑身都是那个热浪啊 现在睡了一天了也先 睡了一天了先去吃个饭真的太饿了 Let's go 这个应该是一个餐馆啊看着装修还是非常不错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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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说那个中文啊 Do you have a menu Yeah Menu Menu 这有个前台啊看他的那个着装还是打扮得非常棒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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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rother 你叫友好啊 这个一上来就给我送了一瓶子 你冰水啊 How are you 你好 你好 这个一来也是都来跟我合影了啊 可以 What's her name What's her name My name is Kevin Kevin I live here Yes China 在这个地方吃饭啊也围了一群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兄弟啊然后然后在这里跟我合影拍照应该是一个烤肉店哦 Cow Bab Cow Bab Cow Bab 这家店是卖一个烤爸爸这个跟那个伊朗一样 然后还有那个羊肉串 跟那个羊内脏啊 Cow Bab Cow Bab What How day How day in Iraq 2月 2月? 對 在這國家旅遊 旅遊 7年? 7年 中文 住在俄羅斯? 我剛來到這國家 旅遊 我做了一張照片 你很棒 英文很棒 英文說的真不錯 他想去中國旅行 那裡有工作嗎 對 這些人剛才都跟我說 他們想去中國工作 這個餐廳 它還有烤雞 伊拉克烤雞 但是今天 我吃不下那麼多 太重口味了 很棒 這個雞都剩著那個汁水 看著非常不錯 我愛你 伊拉克烤雞 很棒 很友善 這個是 真心實意的 就是在這裡吃飯 他們伊拉克人非常友好 在這裡問了很多問題 都來合影拍照 感覺跟巴基斯坦一樣 剛才簡單的聊天 他就說 No hair No hair 他說我們那個手上沒毛 然後他們這個手臂上都有那個毛 No hair 來這個伊拉克的第一餐 是一個烤粑吧 還有一個囊 簡單的一個食物 東西雖然簡單的一點 這個在當地呢 我感覺中東這邊國家他們都吃這個 然後這個是當地比較有名的烤粑吧 在那個伊朗也有 在吃這個東西之前我對這個東西不抱幻想 但是這個囊 它比伊朗還有那個巴基斯坦那個東西是要好吃的 它這個非常的甜 像那個麵包一樣 今天的伊拉克是戰亂危險的戴因斯 但曾經的它是中東數一數二的國家 巔峰時期 人均GDP是韓國的三倍 與歐美發達國家幾乎持平 家家有汽車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免費 從富的流油到滿目瘡移 戰爭破敗了整個國家 中間不過短短40年光景 直到現在這個國家的人民還活在戰爭的陰影裡 心有餘悸地迎接著他們的心聲 嗨大家好我是鳳哥 我現在是在伊拉克巴格達的一個三星級酒店 給大家先看一看這個酒店的一個情況 可以看到這個酒店 它是裝了很多秘錄電視 然後這個是酒店的前台小哥 人非常的熱情 現在正在聽音樂 這個是一個休息室 平時員工宿舍一樣就是這樣子 這個酒店它是一個三星級規格 三個星星 然後也有電梯 在伊拉克建議大家少坐電梯 因為這邊經常容易停電 一旦停電的話 你可能就卡在那個電梯裡頭了 要等它來電了 你才能夠繼續上去或者下來 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選擇住這個酒店 因為這個酒店它的那個礦泉水是免費喝的 大家都知道在這個伊拉克爾 它的那個水是比油要貴 這個是伊拉克爾冰鎮的礦泉水 然後他們這個包裝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就跟小時候喝那個冰蛋一樣 這麼一杯水的話大概是在100多毫升吧 150毫升不到 然後呢一樓還有那個廁所 非常的人性化 這是一個大廳 大家都可以在這裡休息 然後電視裡面的話 會放一些足球比賽 還有那個籃球比賽 總之呢這個酒店還是非常舒適的 這個是我在伊拉克爾的酒店 給大家看一下 簡單的起初有熱水 然後一個墩坑 一個馬桶 包括他們這邊也是 是不用那個餐巾紙的啊 就是不用手指 也是用那個水槍 就跟那個印度是一樣的 然後房間的話 感覺還是挺乾淨的啊 就是該有的都有 也有冰箱 然後有個衣櫃 整體的話還算是比較乾淨的 相比於在伊拉克爾這個國家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奢侈的 這個價格的話也是160 然後電視機也可以看電視 包括那個空調也可以用 但是有一點不好的 就是這個空調 你停一次電 它也會停一次 所以需要你重新啟動 晚上如果說太熱的話 你還要起來再開空調啊 就是很麻煩 再看看這個窗戶外面的景色啊 這個窗外面 也沒跟大家說錯啊 這邊這棟樓是好的 然後明顯的可以看到那棟樓之前被炸過啊 這個酒店在整個巴格達來說 還是性價比非常高的 相比於其他酒店 住一碗大概要三四百 這個地方的話 規格差不多吧 一晚上才160多 然後呢 主要是它這個水啊 可以免費喝 因為在伊拉克爾 如果你要買一瓶一升左右的礦泉水啊 大概是在十塊錢左右 哦 Thank you 他還給我拿了這個長文的水啊 知道咱們中國人不太適合喝那個冰水 會對嗓子不好 Thank you Thank you bro 這個是伊拉克的老司機啊 人非常的可愛 上集說到伊拉克爾分為那個綠區還有紅區 此時此刻呢 我來到了綠區的中心 也就是這個超級大的shopping mall 這個是巴格達最大的一個商場 然後呢 和兩公里外的那個斷壁殘垣比起來的話 這裡就是那個天堂啊 這個綠區裡面的風景啊 說實話還真不錯啊 種了那個非常高大的那個椰樹 然後這個街道的話也比較整潔啊 和兩公里外的世界完全不一樣 什麼名字呢 什麼名字呢 哈馬 哈馬 你的髮型很帥 很帥 你的髮型很帥 你的髮型很帥 你十五歲 十五歲 十五歲 你十五歲 十五歲 十五歲 不管走到哪裡啊 伊拉克人看到我都會和我合影啊 完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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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警察還有這個大哥一直讓我給他們拍個視頻 OK OK 拜拜 拜拜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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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的話馬上要進那個商城了 在這裡的話需要戴上你的口罩 並且的話在那裡面據說要經過層層的檢查 這個地方有警察先看你身上有沒有帶那些危險品啊 進來這個地方很安全啊 如果是其他國家他不允許我拍視頻啊 但是伊拉克看你是中國人讓你拍 剛才外面有那個安檢 然後在這裡還有一個安檢啊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去了 巴格達的商城可以說應有盡有啊 像國內的名創優品玩具還有那個電玩城啊 那我現在的一口氣我就爬到了這個三樓上面來了 然後你們看我身後的這個景象非常的繁華 有一點就跟在國內逛那個商城是一樣的啊 然後這邊很繁華 跟這個兩公里以外的世界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啊 I live in China before Really Which city Guangzhou Guangzhou 哦他在看那個廣州人賣那個水果啊 Begilu You're very smart bro 回到這個伊拉克啊開了這個水果店 現在生意非常好啊 在這裡可以拿一個box OK然後自己挑選 2 I need to make video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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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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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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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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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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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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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原产自伊拉克的巧克力 这个是原产自伊拉克的巧克力 尝一下 味道不错啊 口感比较纯正 ok give me some chocolate 老板都请我吃了一颗了 如果不照顾一下生意 有点对不住别人这么热情啊 老板买了巧克力 他不肯收我的钱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Hey bro tell me why I don't know That's how we welcome people who are not Iraqis That's how we say welcome But I have to pay Brother thank you I can't take you Yeah just give me a chance pleas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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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意外的哦 在这个伊拉克也能碰见这种情况 This is your wife Yes that's my wife Oh very beautiful You are very handsome Thank you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On the contrast to what you hear usually You hear on the news Y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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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ot of Iraqi people are good Yeah Iraq people very good Thank you man Welcome Thank you man Have a nice time Have a nice day 我在这个绿区的商城里面逛了一天啊 这边人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友好 可能跟你在新闻上看的有点不太一样那种感觉 他们还是非常的友好啊 看到我在拍视频 然后每个人都想上一下电视啊 然后我现在出来了 就是给你们看看这个伊拉克晚上的街景啊 Hello大家好我是风哥 我现在来到了伊拉克巴格达的市中心啊 在伊拉克的街头有这么一种商店啊 满大街到处开的市 然后里面卖的东西呢在国内没有 今天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Let's go 咱们现在就随便进店逛一下啊 这个门口挂了非常多都是那个套子 然后那个那玩意吧就装在这个套子里面啊 它不是那个羽毛球拍啊 反正你懂的 然后像这种98k的话就装这里面啊 然后上面的话一般装那个装那个UJI 装这种小的啊 好的先从门口给大家介绍吧 在这里有两种弹夹啊 一种是扩容弹夹 还有一种是快速扩容弹夹啊 长的那种就是快速扩容弹夹 然后你看到这种小的就是那个简单的弹夹啊 那个76762还有那个556子弹都是这种 简单的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 平时都是大家在游戏里面能捡到的道具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M4的那个屁股啊 这个是咱们平时游戏里面经常捡的那个步枪消咽器啊 消咽器这里也有 然后补偿器 没有看到有消音的啊 基本上都是那个消咽和那个补偿器 这个是四倍镜啊 装在那个SKAR上面的啊 这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红点啊 兄弟们 这个是红点和全息啊 功夫 功夫 yes nice 然后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那个全息啊 全息倍镜 然后这个是红点啊 红点全息 这个 这个像一坨这个管子的 这个应该是二倍镜啊 这个是二倍 咱看看这个二倍 看有没有八倍镜啊 这个应该是六倍啊 兄弟们 这个大的又粗的这个东西是六倍镜啊 这玩意儿的话有点像那个八倍镜啊 兄弟们 我给你们找到了啊 有人问我在这里面能不能找到握把啊 我这不就给大家找到了没 这个就是那个垂直握把啊 然后这个呢就是轻型握把 垂直握把和轻型握把也给你们找到了啊 这个是吃鸡三件套啊 进来这些商店里面拍这个视频啊 老板都比较随意 看你是中国人的话都不会阻止你啊 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款颜色啊 搭配我这个衣服应该特别棒 不知道待会穿一下怎么样 然后我试一试啊 试试这个沙漠之音的头盔啊 这个小哥现在在帮我那个戴头盔啊 咱们来看看啊 咱们来看看啊 哦 very nice this light so beautiful yeah 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款头盔啊 在这个伊拉克尔街头 非常的常见啊 就是街头的那个警察 他们执行的时候就佩戴这个头盔 这前面这个是手电筒啊 就是可以探照的 如果你在比较黑的环境中打开这个 就可以看到前面 然后看这个头盔整体 特别的酷炫 非常的重啊 我觉得戴这个头盔 可能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会得颈椎病啊 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承担这个重量 我是受不了的 拖下来看一看啊 还是非常的帅 这个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头盔 哎呀我去 兄弟们现在这个是真正的三级头啊 戴上这个三级头 我都感觉自己有点与众不同了啊 兄弟们我现在又换了一家商店啊 看到这个东西吗 这个东西就是三级甲啊 前面还可以装那个手雷啊 装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三级甲啊 三级包 都有啊 还有那个二级甲啊 以及这个沙漠之音的这个战术靴啊 非常的帅 这些迷彩服啊 在伊拉克真的是随处可见 这家店呢主打的是三级甲啊 它这里面卖各种甲啊 什么三级二级啊一级啊 各种防护装备啊 最上面的那个是一级甲啊 二级甲啊三级甲啊 要啥有啥 真的是满大街都能看到这种装备店啊 你看这里还有那个儿童版的 在伊拉克啊 这个装备的话 不光有那个成人版啊 还有这个儿童版啊 各个版本都有 然后我在这个店里面买了一个小型的望远镜 和一个手电筒啊 兄弟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吃鸡啊 反正吃鸡里面的配件啊 在这里都有啊 什么枪屁股啊 什么脱腮板啊 走 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这个是望远镜 还有那个手电筒 在这个装备店啊 看中了两款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 会在之后的旅行用得着 一个是这个小型的望远镜 还有一个是这个非常酷炫的 这个复古的那个电筒啊 特别棒 这两个东西的话 之后的旅途一定用得着 然后很便宜啊 30多块钱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非常酷炫的一个电筒啊 它的价格的话是80人民币左右 一个手电筒加一个望远镜啊 一共是2万啊 然后他找给我5千 搞定带走 我现在来到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 然后这个是昨天晚上住的酒店 旁边是理发店啊 改天去理个话给大家看一看 这种茶呢 在那个伊拉克当地是非常流行的啊 这个味道的话有点像板栏根 然后里面是那个白糖 放了非常多 白糖不要钱啊 然后喝之前需要不停的搅 走咱们过去看看它那个店铺 什么样的 它这个铁桶的话是一个容器 里面装的有那个热水 然后看到这个灶都没有 底下是冒着火的 然后这个陶瓷的东西啊就是放在那个铁炉上 那个水啊会沸腾 摩苏尔before 我们可以看到老照片啊 摩苏尔是非常漂亮的 我刚才下楼在他这里喝茶 然后他给我看了这个照片 就特别有那个感触啊 我昨天从巴格达这边开车过来呢 就是一路上的景象都已经非常破败了 然后休息了一晚上嘛 准备今天再去看一看 就是我真的没想到他之前是这么漂亮的 每个建筑都很漂亮 你看到的建筑 的家庭 的人 现在我们有 人的死亡 现在 我刚才问了他伊拉克哪个城市是受伤最严重的 他直接就告诉我了就是这种城市 然后我今天会做一期关于介绍这个战后摩苏尔的城市现状啊 大家可以现在记住这个照片啊 有点像那个希腊的小圣托里尼一样 兄弟们这个是我的司机啊 司机大哥 这台奔驰呢是他四十年前买的 由 Age Six One Years 这台车是奔驰的 大家注意看 他是在四十年前买的 我现在要上他的车了 现在呢我要坐这个四十年前的奔驰出发了 哇这个设计真的很有年代感的啊 哎空调还能用 Can't use 40 40 years 四十年前的车啊 没想到他这个空调还能使用啊 虽然说毛毛雨啊 好大 手动挡 还能放那个music 好 好了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我现在是副驾驶安全拍摄啊 不能打扰司机 简单的就是通过镜头 然后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伊拉克摩索尔的市中心解脱 可以看到两边的建筑已经完全被炸成废墟了 现在司机大哥开热车带我来到了他们这个市中心啊 就是真正的中心商业街啊 可以看到整个楼啊 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已经倾斜了 这个楼体当年是已经被炸的有点倾斜了 并且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全部被炸毁了 摩索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啊 到处都可以看到站着的痕迹 现在是早上的十点钟 老爷子带我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曾经爆炸的那个汽车残骸啊 炸的连那个架都没了 然后他说让我一定要来这个城市记录这个视频 2017 美国人来到这区域 这区域 这区域充满了家庭 家庭的人 对 所以他们被破坏了 对 对 永远离砍砍砍砍 多少人死了 应该是70,000 70,000 70,000 将近7万人 70,000 只此と just here 只此 来 从这里到这里完全是倾斜 好像随时要断掉塌下来一样 他告诉我 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些他的朋友 在这里经商 然后开着那个商店 但是在17年战争的时候 全部去世了 这个就是真的有点夸张了 看到我头上的这个铁皮那个蓝网了 就是那个铁皮盖 全部被设成那个筛子了 就是那个密密麻麻的跟蜂窝似的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咖啡厅 类似于茶馆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休息 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 只有这一栋房子稍微还算有点样子 后面那些建筑群 基本上已经被炸成了那个碎石块了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抵达了 今天早上你们看到 那张照片的地方了 这个就是伊拉克的圣托里尼 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全部都被移为平地了 然后这边楼已经炸的飘摇欲坠了 就是那种感觉 通往古城以及那个沿河边 底格里斯河的一条路 这个地方曾经是整个摩苏尔最漂亮 最繁华的一个旅游商业节 现在仅剩下乱石堆了 这里的人已经是全部搬走了 就比如说当时战争的时候 有一些人可能是幸存了下来 但是他亲眼目睹了亲朋好友的离开 然后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太伤心了 所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战争剥夺的不只是人的生命 更多的是这个国家千千万万个家庭 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这样的家庭在伊拉克还有千千万万个 愿和平能够真正的长久 拥抱这个温柔的国度 嗨大家好我在伊拉克 所有人问我叙利亚的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建筑呢大家看到没有 它是当地就是唯一的一个台球厅 也是唯一的一个娱乐场所 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叙利亚装修风格的 台球厅长什么样 Let's go 这家台球厅的人老板非常热情 一看我站在那里拍摄 他就要求我进他的那个台球厅参观 这个神秘的设备叫做水烟 在这个中东非常的流行 阿拉伯人特别喜欢这个 他非常欢迎我的到来 他说也让我去试一下 他刚才问了我是那个韩国人还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我说我是中国人他非常欢迎 还给我倒了一杯茶 这边也在拍我 然后这边也在拍我 跟那个做直播一样 这边就是看见我跟看的那个什么保护动物一样 这个台球厅就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个娱乐场所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一共是六个桌 没有那个斯洛克 只能打那个普通台球 这些桌子呢 都是晚上留着给客人使用 他们晚上会来这里喝茶 然后抽那个水烟 然后在这里打那个台球 这个是伊拉克非常流行的水烟 水烟馆 我们来参观一下 就是这个设备他有点像那个神灯一样 但是他这里面是那个水 然后这个地方呢会烧那个碳 碳的话底下有那个烟丝 然后通过这个管道吸食那个就是水烟 他是在给我展示这个水烟该怎么使用啊 需要用那个锡纸 然后加一些塑料袋 就是围绕着这个管道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个呢里面就是那个烟丝 在这个地方会放那个三块 或者说两块那个碳火 然后会把这个烤制 这个烟会顺着那个管道通过那个水流啊 然后再过滤一次到你的嘴里面 这个就是水烟 这个瓷器啊就是放那个烟草的 然后会把烟草放到里面 在这个烟草的上面烧炭 最后呢就是 可以把那个烟通过那个水的一次过滤 然后吸食上来啊 各式各样的各种颜色 还有那个口味也不一样啊 它有那个水果味跟那个 其他口味就是我刚才在这里面 逛了一圈 我就能闻到那个水果的香味啊 经历过这个大起大落啊 现在这边的人 他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啊 每天可能就是打打台球 然后在这里喝个茶 这个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个文娱活动了 没有比这更多的了 真的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这个是个抬球厅 然后抬球厅的那个右侧房炸了一个大窟窿 随时都有可能单塌 但是这个抬球厅呢 却依然营业 而且里面装修的非常的漂亮啊 这里有非常多的那个废铁啊 没有人收 真的很难想象在这么一个环境啊 它的那个里面还有一个抬球厅 而且这个抬球厅是当地唯一娱乐消遣的一个地方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风哥 我现在是在伊拉克当地非常大的一个钱庄啊 然后我今天呢 会在这个钱庄里面换钱啊 就是大家一直很想了解 100人民币在这个伊拉克能换多少钱呢 那现在就去看看吧 这边的女孩不用带头巾啊 他们都比较的世俗化 就找一家没有人的吧 我现在走进了一家正规的钱庄店啊 20,000 20,000的 这个哥们刚才告诉我了 100人民币等于20,600 也就是和 1比200啊 1比200 在这个正规的钱庄店啊 100人民币大概是等于21,000左右 也就是1比21 然后再问问这个 这两个大爷啊 哈喽 这个大爷给我一个这个数啊 他这个是 他这个是1900啊 然后刚才我在那个店里面是2100啊 他这边要吃200的那个手续费 在这个伊拉克当地的一个很大的钱庄换钱 然后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 这边这种在马路上的他 这边这种在马路上的个体货啊 就是手中拿那个一捆钱 然后会吃你比较多啊 然后在里面这种正规店 你换的话 他会给你几乎是跟那个网上看的那个汇率是一样的啊 也不会有相差太多啊 甚至还会比那个要高 我现在来到了伊拉克当地的一个菜市场啊 有朋友对这边的物价很感兴趣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去盘一盘 当地比较大的一个菜市场啊 然后我们去问一下 他的水果蔬菜价格是多少 这个水果呢 在那个我国的新疆比较常见啊 是无花果 我去问一下他这个多少钱 How much one kilo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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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ilo 2000 1 kilo 2000 OK OK 这个就是2000亿公斤 大概就是4块钱一斤啊 然后这个无花果一斤的话 大概可以十几个 我记得之前在新疆的那个大巴扎 好像一个要卖1块钱啊 水果咱们再来问一下这个梨 这个梨的话是叙利亚 产自叙利亚的那个梨啊 How much one kilo 2500 就是5块钱一斤 然后这个桃呢 2000 这个也是8块钱一斤 This 2000 这边的那个苹果啊还有那个柠檬 基本上都是4块钱一斤 Tomato How much one kilo 1000 1000 这个是4块钱一公斤啊 就是2块钱一斤 茄子也是2块钱一斤啊 2000 1000 1000 4块钱一公斤啊 Piazza Piazza 1000 2000 1000 4块钱一斤 5块钱一斤啊 6块钱一斤啊 OK Eraq当地的蔬菜真的卖得很便宜啊 就是不管是什么品种大概都是2、3块钱一斤啊 大家看一下牛肉的话是16000 1000 1公斤这个比那个伊朗和巴基斯坦都要贵 而且价格几乎跟中国快差不多了 刚才问了这个牛的大腿骨也是卖的比较贵 大概如果你想要买一个完整的大腿骨 也需要花人民币20左右 牛的腱子肉 也是人民币将近70左右 接下来走到的是一家羊肉店 兄弟们在这个伊拉克 它的肉卖的是真的不便宜 羊肉也是35亿斤 牛肉也是35亿斤 然后这边的蔬菜很便宜 跟我之前去过的巴基斯坦 还有伊朗完全不一样 那边是蔬菜比肉要贵 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是肉比蔬菜要贵 然后在伊拉克这个地方 它的消费及收入跟中国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好了我现在已经挂完了这边的市场 对这边的物价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了解 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 在这个伊拉克它的收入有多高呢 其实今天的伊拉克人均收入仅仅是比中国 大概低了那么一点点 几乎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40年前 它的人均收入能够排到全世界前四 那个时候伊拉克的巅峰总产值 排到了全球前四 跟那个美国几乎持平了 然后接下来的40年发生了什么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现在的话伊拉克可以说得上 是一个物价也不低 然后人均收入的话也不高的一个国家 你别看到它现在的这个水果蔬菜比较便宜 但是日常的那个消费是远远要比我国高的 比如说在伊拉克你要打一个taxi的话 它的价格是比国内贵两倍 然后这边的肉价几乎是和国内一样 包括现在这边的其他一些消费 你想买一些这边的东西 包括它国家的一些工厂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就是你想买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 都会比国内要贵那么百分之二三十左右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伊拉克 在伊拉克有这么一道美食 基本上大街小巷到处开的事 然后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据说是那个伊拉克的肉夹馍 这家店的生意还是非常好 现在是早上已经坐满了人 人们非常的友好 咱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伊拉克版的肉夹馍 大家可以看那个 刚才我透过玻璃就看到这个牛腿 这个牛腿非常的大 这个牛腿的话它会炖得非常的软烂 然后的话会用那个手套 就是用那个手套最干净的一个方式 把那个牛肉就是塞到这个肉夹馍 塞到这个馍里面 伊拉克的馕 这家店是我目前在伊拉克吃到的 最干净的一家 因为这个服务员他带的手套 其他的地方他都不带手套 而且这个伊拉克这个习惯 饮食习惯和那个印度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在那个洗手间 也不用那个卫生纸 这个是伊拉克版本的肉夹馍 他把那个囊就是中间破开 这个是牛排肉 还有那个牛的大腿肉 牛肉的肉碎 还有那个洋葱 以及那个西红柿 这边人还是比较好说话的 非常友好 都允许我到这个厨房的操作间来拍摄 别拍了哥 这是伊拉克的馕 咱们来看看这个伊拉克的馕 不同于巴基斯坦和伊朗 还有那个阿富汗 他们这个馕是需要把中间 划一个小口子 看到没 然后就像一个小袋一样 这个里面呢会塞肉 还有那个蔬菜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肉夹馍 nice 这个前面呢就是那个配菜就是每个人来这里吃饭他都会给你配一点酸黄瓜还有那个柠檬 不管在伊拉克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他们看到你是中国人就会第一时间来跟你合影 这个和西安的肉夹馍有点类似啊也是肉还有那个汤汁跟那个狼尝一个 这个牛肉的汁水啊特别的足 好吃 这边这个情况他们不肯说我们的钱不知道为什么 12块钱我刚才看别人吃的话 OK 他不愿意收啊 他不愿意收啊 OK 这边人给我的感觉嘛就是看到咱们东方的面孔啊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会为你主动的买单吃饭或者说喝饮料 特别的热情还有淳朴啊 嗨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伊拉克的苏莱曼尼亚 然后这个城市呢是伊拉克这边较为安全的一个城市啊 现在是下午时间你可以看到这边后面有很多人过来喝茶 这有个哥们一直在看着我啊 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喝茶 然后这边摆了有非常多的这个七星怪状的东西啊 咱们去看看他卖的是什么 看我前面的这个金色战车啊 咱们过去看看他卖的是什么 这个大铜炉啊有点像那个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啊 这个大铜炉呢一开始我以为是泡茶水的啊 结果他就是一个洗杯子的啊装的应该是那个自来水 OK这个大铜炉是一个洗杯子用的啊 然后咱们来看他这个灶台啊大概整整齐齐码了十个大茶壶啊 有那个铁器的还有这个陶瓷的 中间烧的有这个红色的炭火啊非常的旺 这个茶摊啊真的是我在伊拉克见过最花里胡哨的啊 摆的非常的有艺术啊 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价值啊 比如说看到这个像那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装自来水的设备啊 专门用来洗杯子 然后这个大铜盘呢装了他所有的杯子啊 这还有一个大盏放的有那个白糖 特别专业 然后这些像琉璃一样的这个小盏啊 上面放的有那个干果还有那个糖果 可以在你喝茶的时候随意的加 这个是伊拉克的椰枣啊 伊拉克的椰枣葡萄干 然后还有那个果仁 然后你在这边喝一杯茶 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添到那个茶里面啊随便拿 然后这几个小设备呢 我就没明白这是干啥的啊 明显的可以看到这家店的装潢摆的非常的精致啊 所以这边喝茶的人非常的多 基本上这一排全部做满了 然后我现在来试一下他这个茶怎么样 还有卖一杯的价格是多少钱 这个小伙子啊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啊 首先他拿出一个小盘子啊 放一个杯 加了非常多的糖啊 两大勺 这个是白色的啊 加一些红色的茶 然后这个是白开水啊 ok nice good job 这个是伊拉克的red tea orryzzat oh ok 特 bedeutet 哦坎尔德的那个茶 咱们去尝一尝 这个是在伊拉克当地非常流行的一种茶 它是那个红茶的质地 然后还有那个白糖 喝钱需要搅一搅 让这个白糖彻底的融化 这样一杯的红茶 它的价格在一块人民币左右 这个茶的话非常的甜 然后带着一丝那个苦涩的味道 有点跟那个冰红茶类似 很好喝 每天要喝几杯 提神又洗脑 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大概是一块钱一杯 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他们公园的一个旁边啊 就是这边的人会来这个地方喝茶 然后坐在这边休息啊 吃一些东西看一看 这边的风景还是过得比较悠闲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景象了吧 这里是人类的四大文明发源地 伊拉克的古巴比伦 在这个园区呢 总共只有两个人啊 一个是负责管理这里的人 还有一个呢就是翻译兼那个导游啊 因为这里平时来的人非常非常少 而且也没有什么外国游客啊 基本上今天就来了我一个人吧 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蓝色的大门啊 现在他让我看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是2600年前空中花园最原始的样子啊 有很多人就是有个疑问啊 空中花园为什么不在天空中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 人类的技术还没有那个能把房子修在天空中啊 只是说他这个样子的话确实非常的美好啊 而且他把那个皇宫啊就是修得非常的高 所以说接近于天空了吧 所以叫空中花园啊 刚才我来到这里了 我看这有个洞啊 我寻思着这个东西是不是跟咱们皇宫那个什么狗洞 差不多 这个完全不是啊 他这个门呢 大家看到了没 现在的话虽然只有半米高啊 这个不是狗洞啊 这个曾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门 就如同他给我看的这个图片一样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大门了嘛 从这个大门里面进去呢 就是原来的空中花园 只不过经历了2000多年啊 这个地基下沉了 所以你现在只能看到这个门 它只有那个帽子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门旁边啊 附着的很多这个黑色的东西 现在这个东西呢 它已经钙化了啊 但是在2600年前啊 就是古巴比伦已经开始使用瀝青了 包括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土砖 土砖的话它也是有着2600年的历史的 并且是在当时 他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土砖了 从这个位置开始的话 下面的都是原来的 就是2600年 它依然保存着 然后这个上面的东西呢 它都是后面经过修复的 a king house you know this palace for the king for king this gate for king and the queen 大家看到这个铁闸篮了没 就是这个里面呢 当时是铺了那个石头路 然后会有那个瀝青啊 就是里面这个路是非常平整的 在2600年前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当时就是普通的人 还有那个皇宫里面的人 比如说皇帝从这过来了 我们会 我们会这样 就是给他鞠钩做一个礼 然后他呢 就会在这个地方驾着那个小车 那个小车呢 有点类似于咱们的那个小马车啊 就是有一匹马 然后驮着一个小板车 非常漂亮的一个板车啊 然后皇帝会在中间从这个地方开车过来 然后巡视着 然后左右两边的人呢就这样膜拜 还记得之前我给你们看了那个里面的图片了没 我以为那个图片所展示的建筑很小 但是现在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跟那个大迷宫似的 我这还没进来啊 就感觉这里面跟大迷宫似的啊 真的非常的壮观辉煌 如果没有亲自来到这里的话 你是无法感受的 我只能尽多的就是把完整的视频展示给大家 这个地方 OKOKOK 他现在刚才给我展示的是回音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平时会阅兵 他现在给我展示的图片啊 我给大家简单的翻译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第一个地方 这个是士兵 就是守城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官员 官员居住的地方 包括这旁边有非常多的小房子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是他的皇宫 King House 这个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执意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后宫 So here 男女 男女 walking to here 就是最后那个区域是一个工人 就是工人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古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啊 它的格局分布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大家记住这个声音啊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回音的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吗 这个地方的一个区域啊 就是曾经皇帝在这里阅兵 包括这里左右的两侧 在我的左右两边 就是曾经士兵呢 也会驻扎在这里啊 并且的话 每天会在这个地方就是阅兵啊 因为在这个地方 它的四周的建筑是有回声的 所以呢 当时他们的领导人啊 他们会在那个城墙上 在这个下面发号施令 因为在那个地方 只要轻轻的说一句话 这底下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然后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这些当时士兵住的地方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方有点像那个纪念碑谷啊 你们别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地基啊 是已经下沉了两米了 也就是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还要再下去两米 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那个office一样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办公的地方啊 当时会有一些士兵 还有那个官员 会在这个地方办公 这些土砖石啊 都是后来萨达姆时期修复的 因为当时的巴比伦遗址啊 它仅仅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下面就已经完全土把它掩埋了 因为时间太长了 古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 这里面就跟那个迷宫一样错综复杂 如果要是没有一个老导游在带我的话 我肯定会迷路 这些就是那个小房间啊 就是当时在这里面工作的人 会在这里休息 人们会在这个院子里面生活 然后在这里打水 这个地方主要住的是那个官员啊 就是文武百官 他会住在这个区域 并且你们看到 可能有很多朋友好奇问我 就是你的天上为什么没有顶啊 那下雨了怎么办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在2600年前啊 他们是有顶的 只不过经历的时间太久了 它的那个顶啊 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像纪念碑谷一样的 这个土砖石啊 都是后面由那个萨达姆给它修复的 原来的砖 它可能就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在这个皇宫 它打了非常多的井啊 然后一般都是在20米深到25米深 并且的话在这个皇宫 我们现在是第一个门 最后的一个门 它会有那个河流啊 就是离皇宫不远处会有一条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方形的石头啊 它是2600年以前的石头 完全吻合啊 就是他们的砖块 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 长方形的土砖不一样啊 这个东西啊得轻拿轻放 毕竟是2600年前的历史了 不过话说回来 因为这个景区啊 它目前缺乏人管理啊 每天可能来这里的游客 就那么一两个 外国人很少很少 像来这个国家旅行的人 来这个国家旅行的人真的不多啊 像我外国人来这里的真的特别少 所以今天我是唯一一个在这里 在这个景区旅游的人 门票是150块钱 然后待会的话会给这个大哥100块钱 就是作为酬劳 他今天的讲解费用 他刚才告诉我 这个就是当年他们的那个砖石啊 每一块砖石 它都会刻的有那个皇帝的名字啊 就是巴比伦的融化 然后这个动物呢也比较厉害 它并不是后期雕刻上去的 它是由那个石头啊 就是事先 事先那个石头会凸出来一部分 然后呢把它嵌进去 再把那个凸出去的一部分呢 就是慢慢的精雕细琢 呈现在这个样子 之前你们看到的这个土砖石 就在它的旁边 只不过外表啊 就是已经经过时间的那个侵蚀了 已经没有了 可以看到残存的这个石头 so very beautiful 原来的空中花园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防御工程啊 就是它的两边都有非常厚重的城墙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当时的大门啊 从那个地方走到这里 我都已经走了大概几十米啊 可以想象当时的工程量之巨大啊 这个是2600年以前的谢信文字啊 他还在给我展示 for king king name 当时皇帝把他的名字啊 就刻在了石头上 然后很多这样的动物啊 在这个古巴比伦的话 非常常见啊 这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动物 是他们那个文化里面 必不可缺的 在古巴比伦天空花园 遗址的大概200米处啊 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座小高山 也就是附近最高的一座那个小土坡啊 据说那个小土坡是萨达姆本人把它抬高了 然后在上面修建的一所宫殿啊 他只在这里住过两次 然后我们现在再去那个宫殿里面参观一下 看看那个宫殿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驱车大概五分钟啊 就是爬到了这个最高坡 也就是萨达姆的宫殿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势呢 是由萨达姆把它故意抬高的 然后在这里修建了他其中一所的宫殿啊 他大概只在这里住了两天啊 就是两个晚上 然后呢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萨达姆家里面 就是可以俯瞰整个巴比伦花园 刚才我们所参观的古巴比伦遗址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你来到了萨达姆的家里 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平原下方的古巴比伦遗址啊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前面的地方就是河流啊 包括那边是有河流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条河流 走我们现在跟着镜头去参观 萨达姆在巴比伦的一处宫殿啊 这座宫殿呢 据说十分的奢华 当时打造它花了不少钱 哇塞 从这个吊顶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还是非常精美的 并且它的那个天花板啊 都是用那个石木雕刻花纹啊 这个呢也是由石木雕刻而成的 就是这个工艺的话 还是非常的考究啊 着重要给大家介绍这个门啊 大概有个六七米高吧 可能有十米啊 非常的高大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萨达姆的宫底了 这个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堂 会客区啊就是我的头顶啊很高 然后有两层 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封死了 它类似于像一个富士结构 然后从这里可以上去啊 这个地方呢比如说开个小酒会啊 或者说一个party啊 在这地方聚餐啊都非常的那个优雅啊 萨达姆呢他非常喜欢这个巴比伦啊 他就是把这个巴比伦 刻在了他的那个天花板的那个吊顶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巴比伦的遗址 还有所有的跟伊拉克神话有关的人物 以至于那个动物啊 就是那两个守护神都在这个吊顶上 然后比如说有人要来见他呢 就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踏一下 然后再走到这个前面啊 踏一下 这个里面回音特别大啊 他这个设计呢就是还是比较有意思啊 就比如说这个大厅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踩一脚 他有很大的回声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说话啊 在这个建筑结构里面 他的声音会更加的大 就是每个人在底下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我的将军啊 OK 可以 今天要给将军夹鸡腿了啊 虽然说这个宫殿已经不能够使用了 包括他人也已经走了啊 但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宫殿上有非常漂亮的风景 我们也知道这个伊拉克是整个中东国家里面不缺水 也不缺那个石油的国家 所以他真的在萨达姆时期特别的富裕啊 在这个萨达姆宫殿的后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河流 然后那个前门口呢就是那个巴比伦遗址啊 可以说是把两边的那个风景啊都尽收眼底 特别会挑地方啊非常会享受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宫殿的外围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宫殿还是非常的漂亮啊 就是萨达姆他把他的宫殿修建的非常的高 自己在这里也做了一个小山坡啊 人造的山坡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特别的高 萨达姆他自己的名字啊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上面 可以看到他还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啊 包括到今天为止啊 伊拉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反而更加激发了这些人喜爱他